中秋佳节将至 在亲朋好友相聚的温馨时刻 精心准备的礼物更能穿搭爱与祝福的心意 唐市镇基金会爱不啰嗦工艺品牌 今年以给我抱抱为主题 推出多款减碳绿色中秋限量礼盒 采用绿电生产及环保大豆油墨印刷 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爱不啰嗦成德电是全台第一个 用力人发电的一个皮股工厂 最近我们也有跟Steven在配合保特瓶回收 抽杀成为我们的挂子跟丑地瓜回收做蜡皮 那团基金会的所有的服务其实跟永续也都扣在一起 爱不啰嗦庇护商店雇用唐宝宝销售 充满幸福味道的手工饼干 帮助唐宝宝习得一技之长 与社会产生互动 多年来基金会也集结大众的力量 将节庆祝福送给全台各地的弱势家庭 用行动传达守护的心意 成德电的庇护工厂也是我们去年优等的庇护工厂 那他们在我们台北市这边照顾了16位的一个庇护性的就业员工 那其实在他们这边他们都可以透过自力更生来领的部分的一个工资 那甚至有转嫌到一般的机构去正常就业 甚至回到唐宝正这边来做一般的行政的工作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益 记者会也邀请到工艺大使李千娜出席 里邀民众响应宋爱活动 提到平时与唐宝宝们的互动 都是从一个热情的拥抱开始 让他感受到最直接简单的爱 我最喜欢的是暖心抱抱的月饼礼盒 因为里面有一个是应景的广式月饼 然后还有一个手工软堂 因为我觉得中秋节不只是大人可以参与的事情 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玩 然后一起享用这个礼品 大概已经连续五六年 我都是买超过百盒以上 对就是非常支持唐宝正基金会 我觉得不是要做工艺 而是我觉得我想要认真的支持跟鼓励 他们很用心跟认真 然后也是董事长结合了所有的团体 然后一起来创造创新的 唐宝正基金会持续以健康 友善 环保 永续 落实于各个服务面向 也邀请民众用行动表达对唐宝宝的支持与鼓励 在中秋团聚的时刻 让拥抱的力量 照亮世界 记者王一静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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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